來 競載運通 大家好 我是收看 七股站 我是黃培座 大盤今天瑕福震盪 因為美股今天也沒有開盤 然後台股又假日兩天 然後最後要講45點 然後最近跌15點 那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昨天跟你談到說 它最後那個脈動 反彈脈動 有破線的跡象 當然這破線的跡象 現在那個是第五小坡 說從這邊看 因為它這個結構這樣的話 它不太可能是說 然後一個橫抬B 因為它時間它直接又拉上去 所以大概你從低點 85233 應該是一個12345的結構 那當然現在是第五啦 第五它如果說沒有擴遠的話 因為它已經破線了 那這第五個脈動就結束 結束的話 它可能就要先拉回修正 我們是這樣主張 是這樣主張 那當然現在今天還是橫台震盪 橫台震盪 好 這個結構當然美股的走勢 絕對會影響台股 你看它拉回有多深 現在目前看來它還在橫台 比較霞幅震盪 因為今天也是這樣霞幅震盪 細微的脈動 我們來看一下細微的脈動 從這個主疊這一段下來 其實這一段下來 之前就來給你追蹤 我說這一段疊完很重要 這一段 因為它的幅度又大 速度又快 那這一段疊完 這是在3月19號 它這個下跌結構很完整 然後我開始進入一個強彈 確實也彈了1700多點上來 彈1700多點上來 這是3月18號 我說這個脈動 還差一個脈動 還差一段 這一段完就很完整了 這邊1 2 3 3 裡面是不是有個1 2 3 4 5 然後一個三角收斂 然後第四嘛 還有一個第五嘛 這第五下去說9205 隔天就到8268 這一段一下子一天就1000點 8268 那這結構就完整了 有沒有 好這邊1 2 3 3 裡面1 2 3 4 5 然後三角收斂一個第五 完整以後就開始強彈 一路彈彈 現在彈到這個地方來了 特別現在彈到這個地方 最高期後來到10197 10197 那會不會反彈的滿足點 就是整個反彈的滿足的架區呢 有沒有機會就到了 其實如果它到了 因為它到了的話 其實它萬一開始要拉回的話 其實幅度會比較大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結構幅度都很大 幅度都很大 你不要看這一點點 這一點點而已 這一點點1700點 這一點點1700點 所以它只要 B波啦 這個A波如果五段走完 開始這個B波的話三段 正常會三段 那馬上去說測的很低 可能性不高 我們講坦白話可能性不高 可是因為它那個拉回幅度 這個空間區間幅度很大 所以它一旦來到自己上去 其實那個空間就很大 空間就有那很大的價差 個股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會比較傾向呢 比較謹慎來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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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股的部分 昨天可以談到我們昨天 剩下有兩檔股票 623的旺希跟5299的傑利 一出掉以後大概全部都空手 那空手呢就靜待它很多個股 它拉回的買點不要急 這個地方其實去追高的話 勝算其實變不高 賺錢賠錢那個timing 那個介入那個timing 那個買點賣點的問題 所以個股的部分 我們是比較沒有那麼的急躁 燒亡物躁燒亡物躁 那指數的部分 差不多指數的部分 昨天才談到 這個地方我們會比較偏空式的佈局 偏空式的佈局 那目前還是 當然因為有兩天假期 我們空單還是留著 還是留著 那這個結構 差不多這個結構 這個地方剛剛跟你談 完整以後開始談 我說這個結構完整才談 不是因為它疊很深談 這裡疊很深的兩三千點 不夠這裡再疊一千點 這裡也很深的 可是還是沒有結束嘛有沒有 所以它說要完整 一樣反彈上來也是要完整才滿足 它就一路談 這四月八 大概一二三 這三 然後拉回來四 因為這裡整理時間不長 就開始往上走 所以不能定調說 三段的A 然後一個橫台B 這個橫台B 我說那橫台B的結構 它的前提是整理的時間要很久很久 然後區間震盪 沒有它是往上先推 往上先推 所以我們把它訂單 它是反彈的結構 它是同一組脈動 同一組脈動就是一二三四五 這四月八要跟你談的 那第五波好 來 這昨天四月九號 這一個脈動 第五波 這到1097到1097 我們是看這地方有機會拉回來 為什麼 因為它是第五波 第五波 現在是你看看這12345就是這個 從1501 一直跟你追蹤這個 這一段8268結束 開始這12345 那第五 你看這第五是長這樣 昨天跟你談 它是有點破線 這個第五這個地方破線表示 這一個脈動 告一個段落 那當然是不是代表第五波 就告一個段落 未必 這個第五 這個第五就是這個第五 第五 它從這邊9582 這邊做一個類似三角收電 9582上來到1097 這一段 它這個破線 當然這一個脈動結束 那如果它 你注意看它整理的結構 如果它一直橫抬整理 橫抬整理 就去再推出 那就變成第五段就擴延了 擴延或怎樣 就不止這一段了 你就變成51 52 5345 這樣的結構 當然這個破線 就代表它 有機會告一個段落 所以我們會偏空式來佈局 當然我強調 我們是謙卑面對行情 沒有一定對 可是這個如果說 它一旦出現這個地方反彈滿足 到了 開始拉回 其實那個怎麼樣 獲利空間會有比較多 會有想像的空間 所以我們會去做這樣的佈局 好那是一個操作的策略 以小博大 以小博大 好當然你一定要停損 還是要設好 你現階段 你其實隨時都一樣 金融市場就是做任何商品 任何時間 任何timing都一樣 你就是一定要嚴守停損 那你停損是好放手一搏 而且都是進有距退有距 按機率操作 要有所本 那我們有所本是 他這個地方有破線 他這個地方有破線 好 那今天也是這樣 一樣 可是他下來並不多 他還是黏得看起來 當然這樣還 這還好啦 這是一兩天而已 你這個地方 你讓他看他怎麼整理 目前是 好像回到維持高姿態 在那邊高檔震盪 高檔震盪 比如說一個A一個B 你看他接下來怎麼弄 你這個結構 我們這個地方 他如果又能夠推出去的話 政治推 那他第五段就會出現擴延 這個一定要做應對進退 那如果沒有 等於如果沒有 沒有的話這個第五波就是 剛剛跟你談的 就是這個第五波 第五波就結束了 結束以後他這麼一二三 你至少來一個刺一刺讓區 刺一刺讓區是這個範圍 對不對 所以他有他的相對的一個空間 所以我們會去這樣做 這樣的規劃 這樣的策略來應對進退 好 那現在重點 我現在看他下禮拜 下禮拜就 又決勝負了 你這個地方看他怎麼整理 這個地方很重要 好那因為這樣我說 操作有所本 所以近期這幾天 我們是都逢高偏空式的佈局 下來我們會懂得補補了 以後上來再空 空的再補補了 再空空的再補 那現在目前還是維持做空單 空單把它留著 當然我有減碼 因為在連續兩天 兩天假期好 而且他整個說坦白 他整個我們獲利的空間 也是有獲利 可是還沒有拉開 還沒有拉開 好那最高的我們 現在如果有空單是空在10165的 還有10160 那這個下來今天拿到1030 昨天也是這樣 10028 那頂多就大概賺130點了 說實在是 獲利的空間還沒有拉開 還沒有拉開 那這筆單我們還是一樣把它續爆 空單還是把它續爆 當然其他說有一個比較大幅度的拉回 比較大幅度的拉回 所以近期其實我們的操作都是逢高 逢高去做空 做空以後我們下來也有補 都有補 這個補的不錯 9963附近 補這個9955 這個補的還很 有一個補的還滿低的 9955 那一天有補到9955的 9955嘛 9955補 然後上來 上來上來我們又空它 這當天的 當天有到9955 當天9945 我們就補 補是補到 這個是前天空補到這個地方 同一天4月8號這個地方補 補完它上來上來我們又空它 又空它有沒有 又空它 又空嘛 空了以後 然後再空 都是做空單 都是做空單 然後下來是有補 補了以後又再空 目前是留這個10160的空單 還有這個10165的空單 1016的空單嘛 那這個留著 留著的話 昨天 昨天是有 昨天空了 最後一個空單是在這個地方 空完它是有下來這邊的地方 這個都還是抱著 我說它空間是還沒有說拉開 沒有很明顯的拉開 比如說拉開了 賺了已經兩三百點 那OK 沒有 都做到一百大一百三十點左右 好 那今天也一樣 今天又來一零一三零 它又上來 最高還在一零一四零 好 其實今天相對就維持在 比較高檔的地方 那其實就是還是在那個 我說它的整個態勢 在一個恆台政黨 那這個恆台政黨不能太久 好 比如說它這五段走完 大概就恆台政如果太久的話 可能它很有機會就出現擴言 這個要有認知 那當然才兩天 目前還兩天 所以我們空單還是抱著 還是抱著 這是齊全的部分 所以那個目前的架構 不過這個地方 現在已經彈了一千七百點上來 當然很多說 哇它這個地方如果它現在徹底 那不得了 那個很深很深 當然沒有錯 可是我們也不期待這樣的結構 也不容易我們講坦白話 也不容易 馬上說要去徹底 要去打第二隻腳 可能性不高 可是你 可是它這樣一直黏 這樣反彈 從這8523 齊或是8268 再黏上來 還沒有一個比較大的 當然這個初彈拉回來比較大 後來就上去有沒有 那所以這個比較符合 譬如說一個一二有沒有 這個二拉回來比較深 一二 然後三就吳曉波出去 三吳曉波出去拉回來四又沒有 一四沒有重疊 這還符合它的結構 然後它推這個五出去 那這個五出去 現在目前有一個脈動 這個脈動是告一個段落 可是這是這一組脈動而已 你如果擴言的話 五支一這個結束 一個橫台 那五支三四五 那還是要應對進退 那如果沒有 沒有的話很有機會 就這個反彈 就暫時告一個段落 其實美股也出現 相同的一個結構跟違結 目前的美股 這個都不在贅述 以目前美股它整個日線 還有小時線 數分钟線一樣 結構跟台股很像很像 也是一直強談談談 談到也是到最後那個脈動 也是出現一個橫台在那邊 看有沒有機會做頭 那一個橫台太久沒辦法做頭 那也沒辦法 你還注意它 它又在往上攻 所以那個結構你要釐清 你就懂得怎麼來應對進退 當然你擬定那個策略 我要來佈局 要偏多次的佈局 偏多次的佈局 你要都要有相對應的策略 這個很重要 一個重點 可不可以一個重點 不是說你做進去就一定穩賺的 沒有那回事 你如果一天到晚想說進去就是百分之百賺 那也要賠大錢 那肯定要賠大錢 進去以後謙卑面對 對了你勇敢的抱 不對 第一時間呢 馬上的應對進退 也就是說結果就是怎麼樣 小賠大賺小賠大賺 長期你就是真正的贏家 長期你就是真正的贏家 那不是因為說它漲高了 就一定要下來 確實彈也彈得夠高了 說不是講坦白話 彈也彈得夠高了 可不可以是強調說 不是因為跌很深 所以它不會跌了 就一定要反彈 這個跌得夠深啊 這個跌得夠深了沒有 跌了一千點兩千點都夠深了 大概三千多點有沒有 所以不是因為它跌很深 這個反彈沒有 是3月19號出現那個結構完整 所以我們在判斷它會強彈 這個地方反彈也反彈了很多 不是因為說它反彈了很多 所以一定要拉回沒有 是它的結構也要完整 它的結構也要完整 那完整之後好有機會拉回 那你要去判斷 這個拉回是不是馬上就要去徹底 要像以前的崩盤 我說可能性不高啊 因為它推了五段的反彈 它是推了五小段的反彈 不是只有三段式的恩智勤 不是 五段式的反彈 其實它這個拉回就要怎麼樣 這個過程啊就沒有那麼簡單說 馬上就要直接灌下來 可能性不高 你說它先拉到刺激事實上就不錯了 總共這拉到刺激事實上其實幅度就很大 所以我們這樣的話中 你要整個結構它的特性 接下來它判斷它接下來怎麼樣的走勢可能性是最高 那個勝算那你才去做佈局嘛對不對 這齊全的部分啦 如果你的興趣認同理念的 歡迎跟上我們的腳步 整個目前的架構還算清晰 還算清晰 譬如說它能夠晚上擴言還是沒有 你要怎麼去應對進退 都很清楚啦 我說你結構一定要清晰才有辦法去應對 你在操作的過程 如果你結構不清晰 萬一走錯了你都不想要怎麼應對 欸 要怎麼辦怎麼辦 我現在要怎麼處理 有三不贏 其實這些東西啦 在進場以前你就一定要很清楚 在進場以前就一定要很清楚 接下來我要怎麼來應對進退 我這個單子進去以後 我要怎麼來處理 欸 對了我要怎麼處理 萬一不對我要怎麼處理 你不要到一天到晚都不對 那也是大家自己檢討啦 你也只勝率有六七成 可是你操作的結果 大賺小賠大賺小賠 長期就是贏家 不要四萬美筆都要想要賺錢 可是重點啦 重點是你要懂得應對進退 這是最重要 期物也一樣 個股也一樣 期物也一樣 個股也一樣 這期權的部分啦 那畫面右下角QR Code 有發現你手機掃描QR Code 這加我們免費的LiA的群組 LiA的群組 這我每天都會親自寫一篇盤視解析 然後附圖解說 那一些比較重要的那些關鍵的轉折 都會寫得很詳細 這都不是毛號跑 全部都不是毛號 譬如說你3月19這個地方會強彈 我就明顯啦 這都不是毛號跑 這當天 這是當天重挫破底 跌的將近1000點 收在幾乎相對最低那邊8523那天 你說那地方要強彈 果然真的是從那地方最低的一路往前彈 不是說艦長說漲 間諜說跌 沒有 那對你們沒有幫助 沒有幫助 就你要去分析未來的盤視結構 那實務的操作 那當然這個是多面向的 有所本啊 分析就是有所本 譬如說3月19分析有所本 因為它完整結構 這才有所本 操作也是這樣 這有興趣認同理念的 跟上腳步來 歡迎您QR Code掃描 按加入就可以了 是免費的LINE的群組 好 我們談到個股的部分 那個股的部分 其實我們都很堅持 其實代會員要怎麼樣可以賺錢 當然很多人想要 一天到晚想貪心賺快錢 有時候反而偷機不著18米 我說那個標股一支堆 可是你要看 很多老師代理 不是只有買那一支兩支 買了一大堆 當然有機會就買到標股 可是你算一算有沒有賺到錢 沒有 一檔一檔的來 中規中矩的做 才是真的是贏家啦 怎麼辦 我說這個 我們最多就是三檔 這個三檔 這個三檔 這兩檔這一檔 一檔一檔的做 一檔兩檔的做 那重點是你要趨吉避凶 關鍵緊要的轉折 你要關鍵轉折 你要懂得該避開要避開 什麼時間點要佈局要佈局 那個timing要抓好 我說我們不誇張 過完年新聞開放盤 這個地方先避開一千多點 然後開始在那邊操作操作 這個地方阻跌下來 完全避開 避開這三千點 這不容易 什麼時間點進什麼時間點出 都拿捏了清零儲儲 這個也是有 重點是我們整個大盤的盤式結構 也分析得很透徹 所以我們也是按那個結構 然後來操作股票 相對應的 偏多式的佈局 還是偏公式的佈局來操作 這個你要去完全避開 其實講起來很簡單 不是那麼容易 很多老師都手癢 他就今天沒有股票 他沒有股票 一天沒有股票那很奇怪 他一定要買一個股票買一個股票 沒有 我們昨天空手今天也是空手 沒有動就是沒有動 這也坦白跟你說 老師很多講庭 你也未必買得到 對不對 你也未必買得到 買得到都買一大會買一大堆 所以你如果這樣 像這種觀念的 你一定都隨時沒有空手 那你這一段輸死啊 輸慘了啦 我們講坦白話 不要講那麼難聽 輸慘了啦 那過年封關前 一定要留個股票 那也就是兩三根給你啊 那個都整個下來都亂掉了 就你的整個操作的那個節奏 那個賣動 腳步都打得到 沒辦法賺到錢 不要騙我 不要騙我 那你說這段呼呼的不算 這邊套的全部不算 都扛完以後再重新買 買了都大賺大賺 沒有人這樣算的 那這是怎麼可能呢 對不對 那每天買一定買到最低了嘛 那你前面賠的都不用算 不是那會是 每一檔每一檔 你進去出來 進去出來就是一分責任 你進去出來賠錢 沒有賠錢耶 你賠錢再下一檔的話 人家就未必能夠敢跟了 或是怎樣 沒有錢跟了 或是扛不下手 都是在這一段啊 這一段也是啦 你不要看這一段 這一段小小的 很多都兩三根 然後從這地方一路下來的 一堆啊 從那邊一路下一堆 所以那個什麼timing 避開很重要 個股的部分 我們現在都全部都空手了 那老師你要講什麼咧 因為我們講的股票 都是我們實際會員的操作 那我們來探討 那個 像譬如說我們來看 今天有一檔股票 像這個昨天嘛 這昨天4月9號 我們坦白跟你說嘛 各級會員都空手啦 靜待拉回來買點 我們再來重新佈局 這要你不要擠 稍安勿躁 不要擠啊 這樣能夠再往上推出去 那再來選股票 都OK 都可以 你這些股票有得跑掉 沒有關係 還有其他股票 追蹤了有一堆標的 你重點買下去會賺錢就好了 這才是重點 這不是這才是重點 看我來講我 太沒辦法錢 太沒辦法錢 好 通常這兩股票今天漲停 那這我們怎麼來解讀 6230操縱 我們也沒有這個股票 講的我們也沒有這個股票 那你今天看到它漲停 是不是就很強 你要如何來解讀 像類似這樣的股票 通常你仔細從 那你要其實從基本面去看 通常他今天雖然漲停 好今天漲停 6230操縱 好 那這個龍圈也快要回補了 再過幾天好 通常你仔細看它的營運動能 1月2月當然明顯衰退 可是這是淡月的 沒有辦法 可是也衰退的有點多 那不管 好這1月2月也衰退 第4季還不錯 好 那可是你看第4季 那1月2月這衰退 當然就是不在話下了 第4季不錯 23億5000多萬 比第3季還多 第3季還21億而已 這23億 那你這樣成長 你看它營運動能有上來 可是毛利大幅下降 差不多不得了 它EPS剩下1.32 它EPS本來有2.47 剩下1.32 這大幅衰退 然後它的業外省 業外省不多 才4500萬 它的這個本業才賺2億2500萬 這個很少 你看這裡才營收那麼少 就賺2億6000多萬 這邊還比較多 有沒有它營收比較多 可是賺得更少 毛利下來了 毛利下來了 剩下一塊多 這個不得了 這是一個警訊 我們會去做這樣解讀 雖然它今天掌停板 可是我們會去做這樣的解讀 它是一個警訊 那這個毛利下來 會不會是一個趨勢 散熱的 雙紅也這樣 你會注意 雙紅也是這樣子 毛利也下來 操縱也是這樣 毛利也下來 好 那如果它是一個警訊 那今天拉上去 它是不是一個VIPO反彈 準備拉高要把它出貨呢 有沒有機會你要去判斷 好 那你看這個結構長這樣 差不多這個明顯 6230超通 這明顯這個脈動是結束了 這個沒有問題 你怎麼來推算 大概都結束了 你看這邊一段 兩段三段四段 結束 好 這個地方結束 它已經破線 它大概300塊到158 它是一個三段四的拉回 它現在上來 這三段四的拉回 VIPO反彈會彈得比較高 會彈得比較高 那彈得比較高呢 再搭配呢 它大概龍圈回補 也大概剩幾天 也快要強制回補了 好 那這個一拉上來 就比較有機會 它是一個VIPO的反彈 你就要特別注意 應該不要過度去追稿 應該不要過度去追稿 好 這是我們這樣的解讀 也就是說你在水平市場股票 而且漲怎麼樣很強 那漲怎麼樣很強 相信下禮拜一 很多人 老師就會帶你說 他一拉回就趕快去搶 搶他漲年滿 搶一直搶 你要去 稍微眼光看遠一點 毛利一直下來 硬硬動了沒有 萬利都沒計 以後都維持只有一塊多一塊多 那一年也才五六塊錢 兩百多塊 太貴 要這樣解讀 要這樣解讀 對不對 然後再看它的線圖 這明顯它是一個 A波拉回修正 這個反彈上來 應該它不是一個推動往上 它肯定它是一個怎麼樣 V波的反彈 那這個V波反彈你就要注意 如果那個買賣 買在那個V波反彈那個高點 那個是很受傷 因為那個V波完之後 會有一個大C波下來修正 那不得了 買在那個地方是很恐怖 是很恐怖 你要做這樣的解讀 那這樣的話 這個股票我們就把它淘汰 就不會是我們的標的 因為它第一個 運運動人就整個摔下來了 營收成長結果怎麼樣 結果怎麼樣 結果毛利沒有上來 反而賺更少 它這是一個很大的警訊 這是一個很大的警訊 所以你要會解讀 一個股票要漲停漲停 或是怎樣 你要看到它的未來 要看到未來 這是623的操縱 好 那另外這個瑞奇間通 當然我們也出了 我們看最後一張 我直接把它印 它這個結構 這個結構之前說 我快速講一下時間不太夠了 今天4月10號 同樣這個架構 之前從這個地方就跟你談 我說它大概推出去 沒有問題 123 3裡面12345結束對不對 那這個我們也出了 之前說它有一個推出 可是我看它可能整個時間 還要拉長 因為這邊12 然後這3裡面3 12345好 它現在這個結構 看起來要做一個 類似一個 類似一個菱形 類似一個菱形 這個可能時間要做很久 這個可能時間要做很久 這個菱形完可能才有搞頭 所以它暫時 可能就在那個地方 來來回回來來回回 這個理念也要懂得去判讀 時間不太夠 我們就不再贅述了 我說個股的部分 精選持股很重要 精簡精選 中規中矩的做 才會是真正贏家 你認同理念呢 歡迎跟上腳步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股市的起跑点 知情专线2781-0909 2781-0909 谁说有钱人不做起货 起货是最佳避险工具 运达直播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特务 好看能在家啦 今日起身装运达特务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特务APP 货店02-2781-0909 2781-0909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再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去紧或去测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测值 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 聚检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运动人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 如果这个地方几乎快要出现一个 比较重要的那个关键转折 有没有机会反弹到一个尾端 当然就看这个第五小坡 它那个是暂时破线 如果不要扩延的话 它大概就是反弹的尾端 说是目前结果还算清晰 你跟上脚步来有大千转 欢迎你手机赏外QR Code 交用免费的LINE A的群组 我是指出售伙伴 才可以帮助你看到远大的宏图 祝大家周末愉快 本投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波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验多年 波浪理论 首创进化波浪 更胜波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 普世的起跑点 军船线27810909 27810909 谁说 未成人不做起货 起货是最佳必选工具 运达投资 02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资 好看 弄在家啦 即日起身装运达投资 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名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资 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